欢迎回到第二节的黑木崖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 在21的林志良先生和我们做嘉宾 他以个人身份参与 如果有什么适当时 他都会讲一下 所谓21的男性是否好 我们上一节就已经提到了 其实在华尔街的战领运动开始 聚了很多人 然后全球的响应 由10月15号开始 包括香港有战领中环的运动 邻近地区 比如台北 比如首尔 首尔 有很多学者来参与 那究竟 问回头 为什么这些人要走出来呢 他们认为我们面对了一个什么问题 要全球去做这种响应的人运动 究竟我们在回应什么呢 这件事很有趣 我记得10年前 我比较老鬼 11、12年前 我们就有一个西亚图的反世贸事件 1998年 1999年 1999年大约11、12月 开启了这个所谓 反全球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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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和现在这个占领运动 都是有类近的地方 但是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你看回当年的反全球发运动 反全球发运动 或者是2005年 在香港的反省 那我们那些口号 或者主张 其实主要是针对这个 全球发运动 或者准确一点的字眼就是这种 WTO 都所代表的那种政策 那种政策呢 简单来说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 新自由主义这个很难 三言两言 是的 我们简单来说 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一个 所谓放任的经济自由 放任经济政策 是的 首先就是 包括放任的金融 但是即使是这个反世贸都好 就是西亚图事件都好 其实它针对都是这个 所谓新自由主义 这个金融的全球化 但是去到今年的那个 就是占领运动 其实呢 它的口号 在我来看 就是在我来看 就是中了一步 就是这个反对 这个不单是新自由主义 就是反对资本主义 那这个anti-capitalism 其实就不是就是 就是 实际爆出来了 是的 实际爆出来了 就是过去也有些人说 尤其是那些 far up 就是所谓的激进左派 不是极左 不是极左 就是不是 你不要想到大陆那些所谓的文革 红卫兵那些极左 就是激进的 不是社会民主那种改良思想的 一些激进的左派 是的 那些人呢 其实他很早 他在十二年前 他已经提这个anti-capitalism 就是反对资本主义 GOP 3 就是反对资本5 就是演蜂和华党大 matter 或者激進左派的一些理念或者分析都好 但事實上我覺得現實是逼著你 不能夠不去面對問題的根本 而問題的根本在我看就是一個 所謂資本主義體制的問題 這也是這次的佔領運動 帶給我們的其中一個很大意義 我們兩個星期之前在中環交易廣場 去搞集會的時候 大家有印象 我們的團隊 我們的團隊不是簡單反對金融貪腐 或者反對1%那麼籠統 而是開宗名義就是反對資本主義 其實在台北或者首爾 也有朋友喊出同樣的口號 這件事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 但我想觀眾需要數轉一點 首先我們知道由九年開始的 反全球化運動開始 當時其實有些人會 當時的想像是 其實資本主義也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搞到好像新自由主義 或者搞到全球 不要那麼統括化 就不要了 比如有些什麼不好 就是資本主義太厲害了 比如金融實在太沒有折制了 沒有自由 剁這個福利剁得那麼厲害 希望保障 捍衛一些福利 或者譬如關稅要訂 你不要給外國利 或者引入所謂托賓稅 即是金融交易稅 是的 這就是所謂反全球化的那時候的口號 主流的口號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這個 我們倒過來想起一個數字 1999年已經反全球化 反一些金融的毫無折制的流傳 但是到了2008年 都才出現金融海嘯 即是中間差不多隔了10年 但是然後很搞笑 2008年 就是隔文師傅就走出來了 就說 Sorry 其實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即是很奇怪 似乎有先見之明的 原來是反全球化運動的人 即是他當初就已經知道這件事不妥 但是到了2008年 你那班人 即是當權者或者資本家 或者那些新右派 就自我否白 就說 我們錯了 但是如果是這樣計算 那應該是你2008年一認錯 大家就改吧 放棄全球金融資本 至於放棄全球化 但是事實上是沒有發生過 沒有發生過 所以那個累積回來 例如剛才林先生上一節已經提到一件事 喂 你如果知錯了 2008年金融海嘯了 那應該做點事 但是誰知道搞了三年 我們還要搞一個大規模的反抗運動 現在都還未滲 真的很大規模 現在還在紋牙 現在可以叫做 那究竟這三年發生了什麼事 令到更多人真的覺得不妥呢 其實主要就是他政府的措施 還有那些金融財團 那些資本家那些做法 那在這個政府來說 奧巴馬政府 他雖然打著說我要改變 我要求變這個口號 Change 對 贏得這個支持 當時的總統 但事實上這個金融泥基的做法 他就是救股市 救資本家 就複心複命 甚至就是通過幾次的所謂量化寬鬆的政策 其實這個很複雜 其實簡單說就是不斷印銀子 就是去挽救那個 其實就是一個托事 是的 很多人 其實這個 我記得有一個在草以前的口號 就是2008年出了這些所謂QE之後 就已經開始人喊 你要 bear off the people but not the market 是的 其實那個原則就似乎是 就是這些印銀子的政策很簡單 就是什麼叫做經濟 就是先救了個市 就是股市跌就不行了 所以我們就先救了個市 那個市 就是不知為什麼 你從來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就是 股市升了 那麼經濟就好了 是的 好就人好了 市民就好了 但是過了三年 市的確確是好一點的 是的 至少沒有跌過谷底了 但是谷底爬升之後 一般人的生活水平 坦白說過去這幾年 如果大家看回經濟的數據 就肯定就沒有好到 是的 而我們幾可以說 尤其是香港人大部分都感受到 應該是差了 除非你玩回鼓腳了 是的 雖然香港表面上 它的失業率沒有去歐美那麼厲害 現在美國基本上10% 香港3% 但是香港事實上 它的貧富懸殊已經是很嚴重 貧窮人口 已經根據社聯的統計 已經是126萬 兩年前都是123萬 兩三年就加兩三萬 這樣 這件事我們都看到 就是那個危機 那種貧富懸殊 或者簡單來說 那個政府 救死不救人 那種這樣的做法 其實不單是美國體現出來 在華爾街體現出來 其實在香港或者其他世界 其他地方 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 其實都是表現出來 都是表現這個救死不救 是的 是的 所以你看到 為什麼會 雖然是三年之下 這麼大 都始終會出現 這樣的佔命行動 這種表達 不滿 其實都是 完全是 有那個因由的 就不是小數 沒有事情做 沒有事交事的人 我想最令一般人 不會覺得很困惑 或者很像憤怒的地方 就是 你明明說救市 那好 你真的救 譬如你真的印很多錢 去救市 然後有兩個結果 就是市升了 然後跟市有關的行業 那他就賺回錢 如果我們看看 現在那些外國的金融機構 譬如高盛 那些 他真的那個利潤是翻過來的 另外 他的CEO 既然賺了這麼多錢 他就派回封泊梢 所以他賺的錢 是沒有比金融開始之前少了 甚至乎有機會更多 他的大股東 CEO 那些淘金 完全是 同樣是天文數字 是的 那另外一件事 但是問題 如果從歐洲的債務危機 那個問題就出來了 譬如現在美國也是一樣 就是要面對 政府 政府做兩件事 第一 他印銀子 印銀子其實是要還的 他不是印完就算的 另一方面 他要cut spending 所謂要削減開支 那削減開支 那削減開支呢 從什麼地方開始削減呢 就一定是從福利開始削減 就是公共服務開始 就是普通的福利 公務員的福利 或者公共服務 公共交通的補貼 這方面 但是因為他又有一些 所謂新自由主義的遺讀 就是他不願意加稅 如果你說 你要 你印那些銀子 你要填一個桿 那你就應該加稅 就是從有錢拿出來 那我印那些銀子 就值得 但是你又不是 你現在印那些銀子 你不加稅 還要減稅 因為要刺激經濟 減稅不僅 政府越來越少錢 那很簡單 就要花少一點 所以變成就是什麼呢 變成很多的公營機構被削減 甚至是裁員 另外就是要削減福利 那所以 但是在什麼時候削減福利呢 正正現在就是金融海嘯 就是經濟最差的時候 就是普通基層 生活最差的地方 反而我還要更慘 你真是衰到未見底 這個就是最大的 其實在歐洲累積了很大的民怨 其實很大程度 就是因為這兩手的措施 就是一方面 政府救市不救人 就救了一些金融大落 另一方面 它削減公共開支 就減你窮人的生計 就是壓低你窮人的生計 所以累積了那麼大的民怨 終於就走出所謂這個 就是反資本主義的運動 是的 但是我想其中有一點 就是林先生剛才提到 反資本主義運動 比起反傳統化 多了一個 就是你擺明就是反資本主義 但是我覺得另外有一點 就是最近我們看到 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其中一個核心 就是它開始反賣 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 Liberal Democracy 這個也是跟歐巴馬 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說如果當年我們因為想改革 所以選了一個總統出來 照人民的力量 就能夠令到人民 就是所有人的生活 以為終止的人民的政府 改善我們的經濟政策 改變我們的社會政策 事實上 倒轉 就是發生了我們剛才所說的 那種政府政策出來 所以我們有個結論就是 原來民選出來的政府 它可以不是以一般人的利益為最大設定 它可以首先救了市 然後它就 當然它有很多藉口 它說救了市便救到人 先救市便會自然救到人 但是金融海嘯完結了三年 市便救了 人便未救 更差 而這個市就完全不是所謂中性的東西 其實在資本主義底下 這個所謂市其實就是 就是完全充滿著階級的利益在裏面 其實這個所謂舊市 其實是首先救了這些 就是銀機中的大財團 大企業等等 那如果是這樣說 就可以發現 所謂反資本主義 去到這裏 其實那個內容就開始出來 是的 其實這個也是 我們一些朋友 包括左翼二億的朋友 一些獨特的分析 那可以說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提到 反資本主義 這個這麼鮮明的口號 其實我們就是看到 就是金融的炒作 固然是很可惡 就是很多人會損手爛腳 很多人的強積金一招之間 就蒸發了很大幅 但是其實這個 只是問題的表徵 而不是問題的根源 那問題的根源是什麼呢 問題的根源就是那種 就是資本累積的危機 它在實體經濟裏面 它認為賺不到錢 利潤率下降 那它用什麼方法 來解決它那個所謂 生產過剩的危機呢 去到這個所謂 新自由主義的時期 過去的30年 其實它又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呢 去將這個金融 信派的領域 盡量去膨脹 令到那個社會 盡量呢 就是 以錢生錢 就是很多衍生產品 基金 退休金 這些這樣 這樣來去刺激那個 就是資金 資本那個增值 但是這個事實上 就是 它那個 危機呢 其實是 沒有舒緩到 反而呢 就是 會用一個更加劇烈的形式 去爆破出來 那現在2008年呢 就是爆破了 是的 我們不要說97年 那個已經是一個爆破 所以那個問題的關鍵 就不僅是這個 就是 資本主義的金融化 而是資本主義的 運作的矛盾 它那種資本積累的危機 它事實上呢 它會 就是 它不是 就是它的危機 不是體驗在這個生產過剩 它就可能體驗在這個 所謂大國之間的 就是戰爭 好像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 到今天 它就體驗在什麼呢 就是體驗在這些 金融的泡沫裏面 所以那個問題的根源呢 如果我們要去對正下弱呢 一定是要針對這個資本主義 作為一種剝削的制度 作為一種呢 就是 它只是僱少數大財團 一個percent的人 去盡量賺錢 而不是僱大眾的需要 這一種的制度 我們是 需要扭轉的 是應該扭轉 而且是可以扭轉到的 好 或者這一次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回來 可能可以再具體說多些 一些經濟政策的變化 如何影響小市民的生活 而這些經濟政策 原來都是跟一些 資本主義結構性的問題相關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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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